朋友们早上好,我是Mila 今天为大家阅读最后一章 二十六章,人为什么要长成这样呢? 通过我这样讲解,你有什么感觉? 一定是觉得很乱,很复杂 我在刚开始学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 很乱,很复杂 甚至抱怨人为什么要长这么复杂 搞得学起来这么麻烦 您多读几遍,再照着自己的身体 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其实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人为什么要长得这么复杂 后来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 一个人们一直以来搞不清楚 而经常探讨的话题 那就是人为什么活着 总的来讲 人是由十大系统组成 如图41 系统分为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存在的意义在于给身体提供养和营养 没有他们人就活不着了 他们是为了活着而长的 而不能回答人为什么活着 循环系统是为了运输养和营养给全身各细胞 同时把各细胞产生的废物运走 主要用到肾脏排掉 所以也是为了活着 所以也是为了活着而长的 所以也是为了活着而长的 各系统进行协调 这么多系统在忙碌着 就怕受到打扰和干扰 所以免疫力系统就出现了 任务就是使身体免受各种不良因素的干扰 所以上述各系统都是为了活着而长的 那么剩下来的还有三个系统 感觉系统 运动系统和生殖系统 活着就是为了看东西 为了听声音 问了闻味道 为了品味美味 虽然说不过去 运动系统呢 活着就是为了运动 即使是运动员也会否认这种说法 那就剩下最后一个系统了 生殖系统 活着就是为了生孩子 这种说法即使在古代 就已经被否定了 有人曾说 孩子是婚姻的复制产品 从现代生活中 更可以看到 活着显然不是为了生孩子 即使在中国 很多家庭结婚后 甚至都不要孩子 这种现象在一些欧洲国家 活动 那就是您的大脑的工作 思想 所以人一定要有思想 没有思想观念的人 我们常说他是没脑子 一句成语很形象 称他们为行尸走肉 人体本身就告诉我们 人一定要有知识 有思想 有观念 人活着就是为了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观念 人是一个流动的思想体 谢谢大家与米娜 一起这么多期的学习与陪伴 能看到这里 我相信您通过本书 学到了许多新知识 那希望我们把学到的新知识 一起实践出去 如果有想了解 更多健康知识的人 请在文章下方与我联系 期待你的回复与探讨 如果想了解 王涛博士的传记 请再继续阅读 下一章的后继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与知识同心 下一本书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